歡迎回來 來自臺灣的消息 中共昨天推出對臺26項措施 總統蔡英文今天在屏東受訪時表示 不論先前提出的31項措施 或是現在提出的26條 都是在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脈絡下提出的方案 她也直指 中共在臺灣大選期間提出 就是意圖影響臺灣的選舉 我覺得不論是先前提出來的31項措施 或者現在提出來的26條 其實都是在中國的一國兩制 臺灣方案的脈絡裡面所提出來的方案 用意也很清楚 就是中國已經訂掉一國兩制 所以他們現在全力在推 現在正在大選期間 在這個時刻提出來 當然它的用意 我們也很自然而能想到 它真的是要有意圖來影響我們的大選 蔡英文上午出席高雄榮總評東大午分院動土典禮 接受媒體採訪時 除了提到中共26條外 也談到政府將更注意國家安全 避免大選期間 臺灣受到假訊息和網路的攻擊 新唐人亞太電視綜合報導